这个应该早试试了 从今年2024年1月1号以后 在湖南高速上 你行驶如果低于60公里的话 没小时 那么要罚款 我觉得早该试试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吧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而且的话春节呢 是一个交通高峰期 南南北往 东西交融 湖南正好处于南中国的中心地带 对不对 你像南北的什么集市京港 东西的湖坤高速G60 那都是一个大堵点 它连接着什么呢 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的一个交通 枢纽 南边有广东往北边走 往湖北河南不发达地区 东边呢有江浙 往贵州云南那边走 是不是 形成了一个交融点 而且的话每年 过着的车 到这个地方 湖南这个地方就要堵住 除了车流量大之外 很大的原因 还是个归宿前进的问题 如果归宿前进 也就是说每小时对于60的话 那么 就会压车 一家车就被堵 前面速度慢 后面更慢 到了后边就走的不动了 有时候 如果再出了交通事故 是不是就堵死了 很多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归宿 有的人呢 我看到啊 有几次我看到 正开着开着车呢 我也跟着了 突然他把速度减下来了 当你吓一跳 反应好的 反应快了 你赶快减速 或者说往平板打一把 闭下鞋 不然的话就撞上了 一撞上出事 一出事就堵出 尤其在过年期间 尤其在 即将是高峰期 非常明显 每年都要堵 看那地图 一堵一个黄线 几十公里都有啊 如果解决了这个归宿问题 那么就避免了交通事故 就是 有几种人呢 喜欢交通那个归宿呢 我想啊 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呢 就是电车 比较慢 因为他开快了不行 他一慢呢 那就压速 这种情况还不多 因为电车并明是少数 第二种呢 就是新手或者女司机 要么就是打电话的 你在这边 那个超速车道上行车呢 它就是慢慢悠悠的 如果在旁边 再来一个大车的话 形成了一个 冰牌 如果两条线 把你顶着死死的 你在后面干着急 左过不去又过不去 你又不能从 应急车道超 那又违章又不行 因为湖南高速 多数是两 双车 两车道 这样的话 就非常危险了 如果解决归宿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说的 这个大车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广东那边呢 还好 到了湖南才老实了 为什么呢 可能湖南这旁边抓得烟 有时候我们到了那个 其他地方 那个大车 进了那个隧道以后 四五十码在跑 慢慢悠悠的爬 因为隧道是实现 你是不能够超车的 超车会被划的 那就跟着跑吧 你看 后面这家车 还有个超困的 那个运输的 是吧 如果技术不好的 就在旁边不敢超 你不敢超 就压吧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归宿 最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归宿解决了 真正落实到位了 发到位了 我想啊 交通拥堵问题 就得到了缓解 因此啊 我想这个措施 一定要执行好 力度要加大 对那些真正的恶意的 或者是变道的 还有这种压车的 归宿的打电话的 要重罚 这样的话 湖南高速通行才畅通 湖南高速畅通了 那么南中国交通就畅通了 对不对 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回家 效率就提高了 没必要 本来就两三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又跑出一大半出来 大家认为 湖南高速这个做法 是不是值得点赞的 值得点赞的 请大家点点赞 不知道我的观点 大家同意不 欢迎大家讨论 留言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